这个不到500块的四位半斤度万用表 包含了信号发声器和一个50M的试播器 我试用了以后发现它有一些缺点 也有不少优点 那它的哪些优点更适合你呢 自我感觉703S的颜值还是挺高的 它用了一块3.5英寸的IPS屏幕来做显示 虽然分辨率只有320x240 但画面的细腻程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在外壳上红色的部分是防冲击的软胶 摸上去是软软的 但是感觉上会比弗洛克的要硬一点 因为弗洛克的软胶是分体的 两个外壳是独立压住成型的 而703S的软胶是跟优利德的是同一种 是用两种材料在一个外壳上两次压住成型 所以软胶和硬胶是不能分开的 摸起来的感觉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新机收到以后我用了几个小时 电量显示了红线 提示我该充电了 连上充电器以后是5V1A的功率在充电 等到自动关机以后提高到了5V1.4A的功率 最后完全充满用了两小时零几分钟 如果我一开始就关机充电的话 用的时间会比这个更少一点 本期视频特别鸣谢正点原子友情提供的 吃播器、直流电源、还有USB测试仪 最近正点原子推出了一个有NPU内核的AI开发板 主CPU是双A55的内核 1.7GHz的主频 想做AI开发的同学赶紧去了解一下吧 来看这里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发现 703S的安全等级居然是CAT4600V 暂停播放 看看这个万用表的安全等级描述 在一般的商用电器测量里面 CAT4是最高等级 我的弗鲁克、优利德、还有胜利的万用表 它们的安全等级最高也只有CAT3600V 703S有四个常规的万用表接口 最高的安全等级是CAT4600V 在顶部有两个试播器的插座 是BNC的接口 安全等级是CAT2 而我的这台试播器也只有CAT1的安全等级 在侧面还有信号发声器的输出口 和一个用来充电和数据传输的Type-C口 没想到703S的安全等级比常见的万用表高了一级 703S用的是IPS屏幕 虽然也是液晶屏 但是和万用表用的液晶屏不是同一种显示技术 用IPS屏幕的优点就是显示内容丰富 但缺点是强光环境不容易看清楚 而且背光灯需要一直开着 挺飞电 现在是晴天 太阳直射 弗鲁克的背光是没有开的 703S背光开到了百分之百 我用相机拍摄看起来对比度会有一点弱 但是用眼睛看白字会更亮一点 所以这个机器在大太阳天气是可以放心用的 在弱光环境 IPS屏的背光灯又成了它的优势 亮度比旁边那个的屏幕还要亮很多 在万用表模式可以长按这个按键给屏幕截图 在试播器模式也可以长按这个按键给屏幕截图 然后进入U盘模式就可以把刚才的截图复制到电脑上面 这虽然不是特别有用的功能 但我觉得还是有人用得上 大多数万用表用的是这种9V叠成电池 最近几年的新款万用表用的是这种5号或者7号的干电池 虽然比9V电池更容易买到 但是这些电池都是一次性的 续航焦虑还是存在 重移的703S终于解决了我的续航焦虑 虽然它屏幕的背光灯是不能关闭的 会比较费电 但是它用了一节18650的锂电池来供电 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充电宝就能给它充电 你们说703S会不会比较重不太方便携带 703S有388克 弗洛克有463克 优利德有358克 胜利有374克 试波器能不能直接测量交流220V的电源插座 至少我的这台试波器是不能直接测量的 因为它的电源插头的地线和测量探头的地线是导通的 但是用重移的703S或者正点原子的DS100就可以直接测量 因为它们都是电池供电 而且和220V的电源插座是完全隔离的 用这种试波器直接测量交流220V的插座 切记 切记 不能连接电源充电器 因为探头的地线跟充电器的负极是导通的 我挺喜欢703S的智能防烧功能 你看 我先设置成电阻测量 然后不小心把表笔插到了220V的电源插座 然后我再把测量档位改成交流电压 那 万用表可以正常工作 没有损坏 703S的试波器 虽然精度不是特别高 但是用它测量数字信号是够用的 它有两路BNC的输入接口 能支持到50M的带宽 输入偶合有交流和直流两种 探头的衰减有1倍和10倍两种 触发方式有自动、正常、单次、三种 显示方式除了YT模式也支持XY模式 而且它还支持余晖模式 这个对跟踪信号的变化范围很有帮助 虽然普通模式也能显示50M的波形 但是最好还是切换到高速模式 在高压测量方面 直接测量交流220V的电源插座是没有问题的 在小信号测量方面 它的垂直分辨率最大是20毫伏 测量电源纹波还是可以的 它的测量系统可以帮你测到峰峰值、最大值、最小值、均方根、频率计数、占空比、周期、还有频率 对了 它的存储深度有128千字节 你随时可以暂停下来去查看波形的细节 它的信号发生器有两种模式 在试播器的回测模式可以设置的项目很少 只有方波、脉冲波、正弦波、三角波 频率也只能步进选择 不能细调 电压也只有两档 占空比有四档 在单独的信号发生器模式 能设置的项目就比较多 正弦波的最大频率可以到344千赫兹 幅度不能调 方波的最大频率可以到500千赫兹 幅度也不能调 占空比可以从90% 调到10% 三角波的频率最大是100千赫兹 占空比和幅度都不能调 半波的最大频率可以到129千赫兹 幅度和占空比不能调 全波的最大频率可以到294千赫兹 幅度和占空比不能调 幅度和占空比不能调 我注意到信号发生器的版本号是1.0.1 我想以后硬件和软件升级以后 它可能会有更多的功能 重移的703s是一个四位半斤度的万用表 每个量程的技术值是25000 这就意味着测量2.5V的时候 703s可以显示小数点后四位 而只有2万技术值的万用表就只能显示小数点后三位了 如果你想测量电源插座或者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频率 可以直接用电压档的频率测量功能 我实测下来频率测量的精度还是蛮高的 在交流伏特档最大只能测到100千赫兹的频率 但是对信号的幅度有要求 我这里给出100千赫兹的信号 方波的峰峰值需要大于等于10伏 正弦波的峰峰值需要大于等于16伏 不然测量会不准确 不过你可以切换到交流豪辅档 我这里给出999.9千赫兹的信号 不管是方波还是正弦波 只要峰峰值大于等于0.03伏都是可以正确测量的 但是我的这个优利德需要峰峰值大于等于0.26伏才能够测量准确 还有703S的交流豪辅档也可以直接测交流220伏的频率 所以要给小新号测频率最好用交流豪辅档 用万用表测量电容 精度都不高 所以主要用来判断大概的容量 我手里没有标准电容 就用这个0.1伪法的电容 在优利德弗陆克上面做一个横向对比 现在我们横向对比一下三个表的电阻测量 现在是510欧 现在是1000欧 现在是10千欧 现在是100千欧 和oroutube 现在是1orsa 现在横向对比三个表的直流电压测量 我用正顶原则的dp100来输出参考电压 现在输出10毫 100毫 现在ứa1 Priv 3.3伏 5伏 10伏 19伏 现在换50赫兹交流 现在是交流1伏 交流3伏 交流5伏 交流8伏 现在是交流0.03伏 现在把3个表串联起来 输入直流1到10安的电流 给它们做横向对比 现在输入1安 2安 5安 8安 10安 我们换一下电路测直流微安档 我们从0.2微安开始测 1微安 2微安 8微安 10微安 20微安 现在是50微安 100微安 500微安 1000微安 我换一个负载电阻测直流毫安档 现在是1毫安 2毫安 10毫安 50毫安 50毫安 150毫安 180毫安 我们看一下703S的通断反应速度 还有二极管测量的输出电压也很重要 703S有3.2伏的电压 福禄克只有2.3伏的电压 这个电压关系到能不能直接测量出白光LED的压降 703S的电压高一点就可以直接测出它的压降 福禄克的电压比703S的低了一伏 就测不出它的压降 703S有一个串口输出功能 是用来连接上位机的 如果你有这个需要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好了,我是机电将 我们下期见 我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